前面呢我们学习了Jason这块内容 那么下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再复习一下 正当表达式相关的知识 正当表达式呢前面我们都学过 所以这块内容呢我们就稍微快一些 首先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正当表达式是什么 正当表达式其实就是规则字符串 对不对 这个规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正当表达式我们得用它的时候呢 按照某一些套路来写 不能瞎写一通对不对 比如说在正当表达式里面那个点 它是有特殊含义的对吧 这就是规则的意思 那么使用正当表达式我们能来干什么呢 结合前面所学的知识 我们知道正当表达式能够帮助我们 取到一种过滤的效果 那过滤它分为好几种 比如说查找对不对 或者说替换或者切割等等 正当表达式都是可以帮助我们 实现对应的功能的对吧 那在这里呢我们列举了正当表达式 承担一些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是compare编译 我们能够在其中的传入一个正当表达式 对它进行编译 那么编译之后呢 我们拿到编译之后的结果 再去进行搜索 或者说是替换等等都是可以的 这个方法大家之前学过吗 没有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来讲 我们先讲我们学过的march search这些方法 那march这个方法呢 它应该非常熟悉对吧 它是从头开始找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我们有个字符串 然后呢 它可以使用march方法的时候呢 它会从这个字符上的第一个字符开始找 如果第一个字符它满足对吧 那么它就会接着去找第二个字符 如果第一个字符它就不满足 那么整个正能表示 这一行就不会再执行了 对不对 是不是呀 就告诉我们没有找到东西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从头开始找的意思 对吧 那么还有search这个方法 那么search方法呢 和march方法一样 它们都是找一个 但是呢 search方法它并不是从头开始找的 它是从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开始找 对不对 但是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后续的扒通里面呢 我们要取的数据 可能是当前这整个网页上面 所有的数据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取到内容呢 不会是让它只帮着我们取一条 我们会让它帮着我们取很多条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并不会用search和march 对吧 但大家也要知道 search和march能干什么 我们用的会更多的是 find all这个方法 那么find all这个方法呢 是帮助我们去 查找当前的带匹配字符传里面 所有的字符 对不对 那么find all这个方法 大家还应该有些印象 因为前一节课 我们刚用过 在360那个地方 在36克那个地方 对不对 是吧 它发挥个列表 当然大家不记得也没有关系 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下 这段表达上里面 藏在一些符号 然后结合这些符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find all的用途 用途 首先 它有一些 这个特殊的符号 比如说点号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它能够匹配任意字符 对吧 但是这里还需要出一点 是什么呢 这个点号呢 它不能匹配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import一下re 我们知道re.final 这个方法是re提供的 所以我们先要导入它 对吧 导入它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带匹配的字符串 它是 a-nb 或者就是绝缸 就是-n 那么如果前面 我们写个点 它是匹配不到的 那这个结果呢 就是一个空业表 所以大家也可以发现 当我们final方法 匹配不到结果的时候 它反映一个空业表 它能够返回 匹配不到结果的时候呢 就返回对应的 这样一个结果 对不对 那为了让点号 能够匹配到-n 我们应该怎么办呀 这里写得非常清楚 在多多all模式中 能够匹配换航符 什么是多多all模式呢 其实就非常简单 加个参数就好了 re.final 我们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就有-n那样 大家可能觉得 多多all这个太丑 太长 不好写 那可以写下一个缩写 叫做re.s re.s的效果 和re.s的效果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也是和前面一样 一个列表里面 有一个元素 这个元素就是-n 就表示是 点号此时此刻 已经把-n给匹配出来了 对吧 那-n这个东西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数据里面 可能我们看它 看得不是特别清楚 为什么呢 那比如说 在HTMR字符串里面 这个-n它是不会展示出来的 因为-n是个换行的效果 对不对 我们看它肉眼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的是 不同的符号中间 不同的标签中间 之所以会出来 我们去看一个其他的 写上网约源码 这里显示不了网约源码 手机板 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 之所以它和它 是这样一个换行的效果 往往来说 中间就可能有-n 或者说-2-n 等等指令在里面 对不对 但是只是我们看不见 但是需要意识到 这里肯定会有符号 这是关于点号 那么除了点号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反斜杠 反斜杠呢 它是一个转译符号 对不对 那比如说 还是刚刚这个例子 我们就想让一个点号 表达它源源泵的意思 怎么办呢 我们是可以在点号前面 加一个斜杠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写一个final 我们希望呢 它能够匹配到这样一个点 那当然我们一个点 肯定是可以匹配到一个点 对不对 因为点可以匹配任何符号 那为了让前面是那么小的点 表达它源源泵的那个点呢 我们可以对它加一个反斜杠 这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不对 因为它现在就是一个点了 对吧 没有特殊的含义了 所以这是转译符号的用途 后面取得有例子 也非常清楚 那么之下来呢 还有一个方块 看后面例子 A方块 BCE 能够匹配到ABE ACE和ADE 方块 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取得效果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一个或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或的意思 它能够匹配到 这方块中的任何一个字符 的一个组合 相当于ABE ACE AD 都是可以匹配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想象一个问题 A方块 BCDE 能够匹配到A BCE吗 A BCE 然后呢 和之前一样前面的 A方块 BCDE 能够匹配到吗 肯定是不可以的 对不对 我们刚刚说了 它只能取这个方块中的一个 对不对 这是它非常凑蛋的一个地方 对吧 那为了让它能够匹配到 我们该怎么办呀 打个江号在后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就翻过中间内容呢 可以出现一次或者多次 是不是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 关于货 我们还可以使用竖线 对不对 竖线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比如说我们直接写A BCE A B DE AF CE 是不是都可以这样 能够匹配到A BCE啊 这个竖线 我们后续呢 后续呢 以后用的非常多 那比如说呢 我们通过爬虫 爬到了一些数据 对数据里面 可能有一些 NASY的字符串 比如说一个NBSAP NBSP 大家知道 HMRNBSP是什么 对吧 就是空格的符号 但我们提到之后呢 其实对于它来说 我们没有任何用 我们想把这种符号呢 替换成空白字符 我们就可以使用 竖线来替换了 对吧 把任何我们想要 替换成空白字符 全部写在这个 方竖线两边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中间用竖线隔开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方块这个地方 那么除了它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符号的用途 比如说-D -S -W -D呢 Digit 表示数字的意思 对吧 所以它能够匹配到0到9 小S Space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 小S呢 它是能够帮助我们 匹配到空白字符 空白字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不仅仅包括空格 除了空格之外的 比如说-R -N -T -F -V 它都能够匹配到 这点呢 大家可能经常会忽略 或者会忘记 但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不仅仅能够匹配到空格 还能匹配到-T 等等 其他的空白字符 那还有-W W Word 单词字符 那在单词字符里面 大家也需要注意的是 它不仅能够匹配到 A到0到9 大小写 还能够匹配到 下滑线 对吧 可能这一点 大家经常也会忘记 那么关于除了 这个三个字符 三个预定义字符记之外呢 还有 跟它们相反的 大写的预定义字符记 实际的效果呢 是和这个小写的 刚好完全相反 比如-D 但是匹不到的 非数字字符 那么-S呢 非空白字符 -D M呢 非单词字符 可能用的并不多 但是偶尔 如果要用的时候呢 大家也需要知道 我们是有预定的字符记 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那么说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还有经常常用的 是关于星花和加号 对吧 星花和加号 加号呢 我们刚刚用过 它能够帮助我们匹配 一次或者多次 对不对 一次或者多次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至少会匹配一次 对吧 那星花就和它不一样了 星花呢 它能够匹配到 零次或者多次 它有可能匹配不到 那如果它匹配不到 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呀 是不是就是一个 空白字符呀 不能叫空白字符啊 就是空字符串 可能更准确一些 如果一个星花 如果我们要 单纯用个星花 去匹配一个字符串 可能结果里面呢 会有这种空字符串 所以这个结构呢 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因为星花呢 本来就是可以匹配到 零次的 所以匹配到零次 就得到一个 空字符串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我们经常不会 去这样做 我们往往在星花 或者加号后面呢 我们非常明确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匹配什么 我们会在后面呢 前面写个点 后面写个加号 或者前面写个点 后面写个加号 它匹不到结果是这样一个 是这样一个贪婪的方式 进行匹配的 对不对 那贪婪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尽可能多的 会往后匹配 对不对 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看到这里呢 有这样三个MAL标签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三个MAL标签 放到我们iPad里面去 我们A来等于它 那么我们想要 实际的效果是什么呢 R1.Final 从中匹配到尖块 中间的那个对内容 那后面就是A了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这样写点心 问号 这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呀 我们先看点心吧 先看点心问号吧 这个点心问号 我们前面说了 星花或者加号 在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我们写加号 或者写星花 在此时此刻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但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个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呀 首先它结果肯定是个列表 对不对 那列表里面是什么呢 列表里面有几个元素 三个吗 一个吗 这是非太难 对不对 倒是三个还是一个呀 这样吧 我们先不写星花吧 先不写这个问号 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是几个呀 不写问号是几个 我们看一下结果 结果其实是三个 为什么是三个呢 这个地方跟太难不太难 没有关系 这个地方原因是因为 A中间这个地方有空格 有换航幅 我们看一下A 我们刚刚虽然A 我们不是直接复制的吗 这里面不是没有换航幅吗 对吧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了呀 我们虽然在看不见 但是中间可能是有换航幅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为了确定 你们到底有没有 我们不能printA 我们printA的时候 换航幅是看不见的 对不对 我们必须在iPad里面 直接看A的原原本的内容 直接A回车 会发现中间是有换航幅的 对吧 所以中间会有换航幅 但是点号呢 它是匹布不到换航幅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它就会结束了 所以这是一共有三个结果 那么为了 给大家演示 我们刚刚所说的 非胖的那个效果 我们需要使用R1的大S R1的大S加上之后呢 此时此刻点号 肯定是能够匹配到换航幅的 所以此时此刻 这个结果就几条啊 是不是只有一条了呀 它会从最开始这个监管号 一直匹配到 最后这个监管号去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就刚刚所说的 胖兰的效果 它会尽可能多到我和我匹配 一直匹配到 匹配不了的时候 才会停止 那就在这个A字幅串里面呢 它会从这个监管号开始匹配 匹配到这个位置 那么看一下结果 就只有这样一条内容 对不对 那为了让它 还是和之前一样 有三个内容呢 有三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个青红花 对不对 加个青红花之后呢 它就非碳兰了 非碳兰的效果是 尽可能少的进行匹配 那第一个监管号到这里 它发现有一个蛮多条件的 它就密码就返回一个结果 然后接着又往后进行匹配了 到这 到这对吧 到这然后到这 所以刚好就三个结果 就这个样子的 所以刚刚大家在这里呢 也需要注意到 就是点号呢 它是匹配不到换航服 但是很多时候呢 换航服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是看不见的 或者在资负车里面 我们是看不见的 但是也需要注意 之所以这个地方 它是换了一行 中间肯定有可能 有非常大的可能 中间就是有换航服 不然的话 它是换不了行的 对吧 这是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刚刚在这讲的 这个青红花加号和问话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大块 大括号的这个用的非常少 它表示前面内容可以出现 框里面的次数 对不对 写2就出现两次 写3就出现三次 对吧 那么刚刚呢 我们这一堆内容呢 都是结合我们的 这样一个 findout这个方法来使用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sub这个方法 sub这个方法呢 是替换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样子呢 是 这个样子的 是 对于b吧 对于 传1至2 我们要把里面的数字呢 替换成 下滑线 该怎么做呢 也是一样的 21.sub 对不对 那sub就算是替换 那中间肯定要传参数了 对不对 把什么替换成什么 然后对什么进行替换 对这个b进行替换 b在最后面 那这个地方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这个顺序 我们先写真的表示 那真的表示 我们要匹配你们的 注字 写什么呀 杠D 对不对 写杠D之后呢 我们要把杠D 替换成下滑线 所以第二个参数呢 是下滑线 然后呢 对b进行这种替换 所以把b放在最后面 像我就这个样子的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想把它替换成空字不串 就可以这样再写 是吧 这个sub这个方法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而且后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都要来用它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那么把这个sub和find all 方法掌握之后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刚刚所说的compile这个方法 编译这个方法 我们都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在这里写个杠D 在这里 其实杠D呢 它能够匹配的结果非常非常多 0到9都可以匹配到 或者说我们在后面写个加号 那匹配的结果就更多了 对不对 那这些 它能够匹配的结果呢 其实我们的python 在直映到这一行的时候呢 都会把这些 它能够匹配的结果呢 全部的读到内存里面 然后i个的和b里面进行匹配 相当于 会每一次在这个地方 进行这样一次的时候呢 都会把这个结果 全部的读到内存里面去 然后i个的和b进行匹配 然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到时候呢 我们在我们的程序里面 在我们的pato里面 我们如果要用真的表示 我们肯定会用非常非常多次 对吧 我们程序会反复的跑 会有很多次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会有一个耗时的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结合 compare这个方法 提前预先的 去把这个正能表示 能够匹配的结果呢 预先的放到对存里面去 那放到一次之后呢 我们拿着编译之后的结果 对它进行sub方法 那么在后续代码 反复之间的时候呢 它就不用去 反复的去获取 它能够匹配的结果 这个操作了 那相当于是能够 节省时间的 那可能有同学想 你这一次好像时间 可能并不是特别明显 对不对 可能它的效果 可能节省的 就是一个三毫秒 两毫秒的样子 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过 我们的程序呢 在跑龙里面 我们真的比较 在跑龙里面 会反复的被执行 对吧 因为我们的爬虫本身呢 也会反复的运行 所以当前这项代码 被执行的次数 也会有很多很多次 所以可能一次两次 这个时间并不 并不大 但是呢 承认上方的话 这个时间还是非常可观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 compile的一个方法 然后它能够帮助我们 提高 这能表示匹配的效率 那么compile怎么用呢 首先就是 阿姨提供了这样 compile方法 在中间呢 我们只需要传入 这能表示就好了 比如说这里的杠地 我们提供到杠地 然后呢 我们可以 用一个p来接受它 大家可以看到 它得到了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用p来接受它 我们经常呢 把它compile之后的一个结果 就一个partum 一个模型 对吧 这个p呢 它其实具有的方法 我们re具有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re能够find all 能够search 能够march 那么p呢 也是一样 能够find all 能够march 能够search fsub 那么如果 要用find all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一下 find all里面 传什么参数呀 传字符串 还需要传的 真的比较识吗 不用了 对不对 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在p里面 已经包含了 有真的比较识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还是把这台b放进去 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如果我们还是把这个b放进去 结果是什么呀 1和2 对不对 我们回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final非常清楚 我们只用传真的比较识 继续 那么如果说 我们用p里面 sub来 我们知道b肯定要传进去 对不对 那么除了b之外 我们还要传别的参数进去吗 最起码我们得传 这个真的比较识 要把当前满足 这个真的比较识的结果 替换成什么内容 对吧 这个内容我们要放进去 那位置呢 怎么放呢 怎么放呀 我们看一下 之前我们用sub方法的时候 是先把真的比较识 再放 替换之后的内容 再放这个原始字符串 原来字符串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p里面 由于包含了有真的比较识 包含了有这一部分 所以这一部分就不要了 只用放后面这一部分就可以了 那后面这一部分就是这样的 先放 替换之后的内容 再放这个真的 再放原来字符串B 就带替换的字符串B 回来看一下 就这个样子的 清楚吗 这个地方 相当于后面呢 我们只需要用了compile之后 得到对于这个p来说 我们都不要 不用再去放真的表达识了 得到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还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 就我们当p点 我们重新定一个p 我们写个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用p来final一下 这个-n 大家猜 大家能够知道 这结果是空字符串 这个结果是空列表 对不对 是没有东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减号批评不到-n 那如果说我在后面写个R的大S 大家猜一下结构会有吗 没有 也是没有 对不对 那为什么没有呢 没有的原因 那肯定是因为这个地方 R的大S 我听见它是没有效果的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天下没有效果 那么R的大S 应该放到哪个地方了呀 是不是放到compile里面呀 所以后续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们需要把这种匹配模式 比如说 这种点号能够匹配到 换航服这种方法呢 这种参数呢 需要放到compile里面去 放到compile里面去之后呢 我们再使用p 然后find all 的时候呢 就会有结果了 后续呢 可能我们还会遇到 其他的一些参数 我们需要用 比如说忽略大小写的 这种参数 对吧 我们也是需要放到 这个compile里面去的 不能直接放到 find all里面去 明白吗 这个地方 不然的话 它是没有效果的 刚刚我们在这里演示 这里呢 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个 错误的现象 大家需要注意 那么 这是关于真的表达室里面 非常清楚 这一部分内容的学习 那么知道这一部分内容之后呢 大家回忆之前 我们所学的真的表达室 老师肯定讲 我们得放一个r 在真的表达室前面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放r 在真的表达室前面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 r是什么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r Python中r相关的内容 其实r呢 它放一个字符串前面呢 就表示是一个原式字符串 那比如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 杠n呢 它表示的是一个换行符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不想让杠n表示换行符 我们就想让杠n表示 一个杠和一个n 本身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加个杠 对不对 加个杠 我们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呀 我们对后面这个杠 进行的转移 对不对 现在就前面两个内容就变成一个杠了 对吧 后面这是个n 所以变成了杠n了 杠和n了 对不对 那当然除了这种方式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加个r在前面 加个r在前面 效果是和 在这个反形杠前面 加杠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话题 那比如说我们a等于 a-n b a的长度是多少呀 嫩a等于多少呀 3还是4呀 大家为什么不确定呢 不确定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 中间这个地方 到底是杠 还是杠n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取一下a1嘛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a1是什么 就可以了 对不对 a1是不是杠n呀 那说明什么呀 杠n是一个字符 对不对 为什么它是一个字符呢 因为它本来就表示一个 矿行符的一个符号嘛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一个字符 所以嫩a是多少呀 3对不对 那如果b等于r a-nb呢 那么嫩b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大家想象一个 这样一个话题 b的1是几呀 是什么呀 是杠吗 是杠杠对不对 是不是杠杠呀 为什么是杠杠呀 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 加一个r效果 其实在杠前面加了一个杠嘛 两杠在一起 它现在表示一个杠 对不对 所以b1的值呢 是一个杠杠 对不对 那b2的值呢 就是一个n呢 对吧 那我刚刚应该先问大家 b2的值是多少了 大家肯定就知道是n 对吧 那b的值呢 肯定就是杠杠了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非常清楚 其实a杠杠b 它是不等于 它等于这个a杠杠b吗 它等于吗 不等于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r1.final final 我们要匹配到这个后面的a杠杠b 我们用前面的a杠杠b 能匹配到吗 能匹配到吗 这两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匹配不到呢 是吧 肯定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前面接个r呢 匹配不到吗 我们前面学的不就是这样写的吗 它为什么匹配到呢 肯定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不对 我们前面学的就是这样学的 对不对 肯定也是可以的 再加一个杠 这能匹配到吗 后面现在两个杠 前面确实是两个杠 这能匹配到吗 现在a 现在r这个a杠杠b 其实后面是相等的 对不对 r a杠杠b 其实是等等于a杠杠nb的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加个杠 能匹配到吗 匹配不到对不对 这个地方就比较 是吧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老师讲 我们要加上杠r的效果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我们加上r之后有什么好处呢 后面两个杠 我们前面写两个杠 能匹配到 后面三个杠 我们前面写三个杠 一定就可以匹配到 后面是一个杠 我们前面照着写一个杠 也能匹配到 加上r的效果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run 在正代表达式中 我们加上r能够忽略 这样一个转移符号 转移符号带来的转移的影响 发现了吗 能够忽略 洗杠带来的转移的影响 后面是什么 正代表达式里面照着写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不用管它这个东西 所以说前面这个地方 也并不是什么bug之内的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呢 它东西呢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这个正代表达式呢 它是分为 我们看到的这一层 和它正式表达的这一层 那么带匹配的字符串也是一样 我们看到这一层是什么意思 正式表达的那一层又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们在每一层中间 都是可以相互匹配的 所以会导致 刚刚我们看到它能匹配到 它也能匹配到 然后到它这个地方又匹配不到了 对吧 会带来这种影响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呢 是不用管这些 我们管什么呢 我们要管的是 我们带匹配的字符串里面有几个杠 那么我们就在原来字符串里面 加几个杠 前面加上一个R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加上R之后呢 就能够去忽略 转移符号 带来的转移的影响 理解吗 这个地方 原来字符串R 这是关于R的一个好处 我们会在 Python的正代表达式里面 经常去用它 所以在后面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 带匹配的字符串里面有 反斜杠 不管有几个 那么想这儿写几个就完事了 其他我们都不用管 都不用care 那么这是关于原字符串R的 一个用途 那么除了这个用途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就是在我们Windows下面 操作文件路径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到原字符串R 为什么说是在Windows下面 操作文件路径呢 因为Windows下面 文件路径是这个样子的 它用的是这种反斜杠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知道 在Python里面反斜杠 表示转移符号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成讯 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它会最开始就去找 这个反斜杠和大U在一起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含义 然后他会发现 他会找 尝试了对这个大U进行转移 他会发现大U并没有 什么特殊含义 然后这个地方就会报错 之所以会报错 是因为这个反斜杠 带来的原因 带来的影响 对不对 那为了让反斜杠 表示反斜杠本身 让它不再表示 这样一个转移符号 我们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反斜杠 每一个反斜杠前面 加一个反斜杠 是不是 就可以让反斜杠 表示反斜杠本身的 但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这个字符串里面 有这么四五个反斜杠 那么每个反斜杠 前面都加一个反斜杠 那不是很麻烦吗 对不对 那我们想到一个 更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字符串里面 加个R就好了 加个R的效果 它会自动的在 每个反斜杠前面 加一个反斜杠 对不对 所以后续呢 大家在温度下面 操作文件的时候呢 应该之前也遇到过 这种问题 对不对 那么后续在温度 遇到的时候呢 我们都非常清楚 我们在前面加个R 其实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在 Python里面 这个原始字符串R 我们经常会遇到两个地方 一个是正在表示 一个是在文字下面 文件操作路径的时候 操作文件路径的时候 会遇到 那么其他地方呢 我们可能就几乎遇不到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我们这样一个原始字符串R 所谓原始字符串的意思 就是让字符串 表示它原原本本的意思 -N 我想让它表示-和N 不再表示一个换行符 那么只需要在前面 加上一个R就好了 那么加上R的效果 其实就是在 -N的那个杠前面 再加一个杠 对前面第一个杠呢 做一个转译 让这个反形杠本身 不再表示 任何转译的意思 对不对 就单纯的表示一个反形杠 其实到这个地方 大家其实可以发现 关于正在表达室里面呢 其实没有什么太难的内容 但是呢 其实正在表达室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内容 因为 你去找一些 正在表达室相关的资料 你会发现呢 别人写的很多很多 对吧 甚至别人都可以写本书 这本书呢 可能写的都比我们 Python的核心 编程第二版 第三版还要厚 对吧 但是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我们掌握到目前 我们用的这些知识器 其实就已经够了 因为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是在 用我们20%的技术 去解决80%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到这个地方就够了 那么 在正在表达室里面呢 我们这里一个小的 一个小节 我们看一下这几个问题 现在回顾一下 首先 Aid.compare 如何使用呀 Aid.compare 如何使用 如何使用呢 相声的表示 是不是就好了呀 Aid.compare 我们刚刚讲 刚刚讲 大家就忘了 后面加一个括号 括号我们写真的表示 是不是就完事了 得到一个P 对吧 这样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它能够有find findall方法 sub方法 以及march设计方法 都是有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 有些参数 比如说IR大S IR多了all 这种参数呢 我们需要放到 compare里面去 对不对 然后呢 如何进行 非碳能的匹配 问号或新话后面 打 加号或新话后面 打问号就好了 对不对 加号或新话后面 打问号 那么这个问题 非常简单 那么下面呢 看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看一下 这个结果是什么 我把这个 引号改了 这个结果是什么呀 A-N-B-C 对不对 这个结果应该是非常清晰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在这个点心 这个地方打个括号呢 结果是什么呀 港温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大家能看出来 有什么规律吗 就是我们在这个字符串 正能比较式里面 打个括号的时候 它就给我们返回 括号里面 批评到那种 不打括号的时候 就返回整体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就是我们后续 会经常使用 正能比较式用到的地方 大家需要注意到 就是当我们需要的是 A和BC中间的 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 A和BC放在正能比较式里面 把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呢 写上点心 或者点心问号就好了 那么最终呢 我们得到这个结果里面 就刚好是框里面 我们想的那一部分内容 这框里面可能是一个 很长一个段子 很长一段新闻 都没有关系 或者一个标题都没有关系 我们写上这样点心问号 然后呢 就能把它提出来 非常非常简单 就像我们之前在写 36克那个 小的程序一样 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呀 我们写上点心问号 就能把这样的大词点 就给它提出来了 对不对 那么这是关于 正能比较式这一块 那么在正能比较式里面呢 有这样几点 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 住院里面去 正则 使用的注意点 首先我们刚刚说的那一点 就是关于正能比较式 如何使用 对吧 我们21.find号 然后呢 如果我们正能比较式里面 打上了新文化 比如点新问号 那么A B 然后呢 让它去匹配这样一个 字幕式的时候 它能够返回 括号里面的内容 括号呢 其实相对起来 一个分组 对不对 它能够帮助我们返回 括号中 或者叫组类的内容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A和B在这 括号前面后面 起到一个什么效果 A和B在括号前面后面 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为什么需要这个AB 我不写AB 它就匹配不到了吗 是不是A和B在这 起到一个过滤和筛形的作用 我们要的就是A和B中间的 那块内容 比较内容 不要 对不对 所以A和B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得写 比如说之前36克的地方 我们还必须写上script 对不对 如果我们不写script 它可能把当前整个页面 都给我们匹配下来了 对不对 这不是我们想象的 我们要的只是 script标签中间的那一部分内容 所以我们需要在前面 后面加上一些其他的符号 这些符号呢 能帮助我们取到一些定位的作用 然后呢 括号 起到定位和过滤的效果 要的就是A和B中间的内容 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呢 还有就是关于原始字符串R 那原始字符串R呢 是什么时候用的 如果带匹配的字符串里面有 这样杠N的 有反斜杠的时候 对不对 带匹配字符串中 有反斜杠 使用R能够忽视反斜杠的转移效果 对吧 这个地方呢 关于反斜杠呢 可能很多时候呢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反斜杠呢 可能我们经常就是会忽略它 还有忽略的一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点号 匹配不到-N这一点 大家也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点号默认情况下 是匹配不到-N的哈 点号 号默认情况 匹配不到-N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空白字符 就是我们-S 对吧 -S 能够匹配 空白字符 这个空白字符呢 不仅仅包含空 不仅仅包含 空格对吧 不仅仅包含空格 还有 比如说-T 也是可以匹配到的 对不对 等等哈 还-A -N 等等都是可以匹配到的 这些内容 可能是后续呢 需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实直接来看的话呢 我们知道表达是使用 是非常简单的哈 那么 知道这一点之后呢 那么下面呢 我们有这样的练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练习的内容是什么呢 这个练习的内容就是 我们要来做这样一个程序 通过正能表达式来匹配 内含段子中所有的段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 一边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都是一些段子 对不对 这段子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 我们要通过正能表达式 去匹配这些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得找到 幼儿记者是哪个 对不对 那幼儿记者是他吗 我们不清楚是吧 我们是不是得确定 当前这个幼儿记者里面 到底有没有这些数据啊 那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 点击一下显示网友 来搜一下它 我发现搜不到对不对 为什么呢 可能搜的内容不对 对不对 这内容归有毒对吧 那么搜一下什么呢 搜一下这个3178这个数字 当搜不到中文的时候呢 我们尝试搜一下数字 或者英文3178 也是没有 有点刷新的 有点刷新的 那种可能比较快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样子 再检查这个地方看 看这个 肯定是一致的 虽然老师是吧 是不是就有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批标签里面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和一模一样的呀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通过我们的 这样一个真的表达式 来匹配当前内涵 社区.com 这个页面的 第一页的内容 不要先不要翻译 就获取第一页的内容 这个内容 我们通过成语来写的话 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对不对 我们可能五六行就写完了 对吧 它是不是在批标签里面啊 批标签里面的H1里面 对不对 那么大家花 一分钟时间 在做下这个事情